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有态度的模玩分享评头论足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点赞投币收藏支持 本期为朋友们带来的就是 我认为非常有争议的一款模型 HIRM的红色异端 那么首先对于HIRM这个半成品系列 我相信已经不用再去介绍了 陆续通贩加上限定也是出了几款了 像什么巴巴托斯 掉毛 因为本身骨架内构部分为完成品 特别还引入了合金的概念 虽然说真较真的话 这个所谓的金属真的是少的可怜 不过价格确实都不便宜 但是我相信对于前面几款的造型方面 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 都是帅气的模改风格 而今天这个万代的亲儿子红色异端 大家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 同时也是因为模型产品态度太熟悉了 所以对于这次重新营造的造型方面 的确是争议不小 之前不是有玩家抱怨说 IMB的造型有点普通吗 这一次官方可以说来了一个大变样 绝对让人见识了一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红色异端模型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一次撞到不行的HIRM红色异端 究竟表现如何 同时还有没有可能出现真相 毕竟是半成品 我们首先还是要经历一个简单的开合环节 首先作为这一次需要拼装的板件部分 因为本身红色异端内构外露的特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板件的数量和零件数量 其实都不算多 而且都是相对比较小块的零件 同时因为之前的系列也是出过特殊涂层的版本 因此在水口位置设计都比较靠边 而且也有很多的隐藏水口设置 那么在颜色的处理方面 主要还是以成型色处理为主 当然和前面产品相似 部分板件也带有零件表面的光泽化处理 但是可以看到和最早的官方渲染图的质感 肯定是不一样的 什么电镀质感 什么金属色质感 朋友们通过这个实物也能看到 并不是完全都存在的 不过作为红色异端招牌的武器 还是可以看到这居一文字的刀刃部分 照旧为电镀处理 那么水口位置有三个 主要还是顶端 这个位置会留下痕迹 然后在这个刀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是带有这个金属色漆面 金色分件还不错 没有像MG那种给出成型色 毕竟之前的巴巴托斯 还有掉毛 也没有吝啬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表现也是理所应当 那么贴纸部分 模型的里面标配的是胶贴 旁边可以看到 有不少的红色条纹和一些警示标志 包括比较熟悉的罗切尔的标志 都可以看到 而比较瞩目的就是 这一次在腿部和肩部 是给出这种带有樱花的图案 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 第一时间脑海里面就浮现出 日本浪人的头衔了 等回头我们可以贴上来看一看什么样的 而作为这个系列比较招牌的成型骨架部分 绝对会看到和前面两座完全不同的感觉 拿出来之后就让人感觉 壮实在是太壮了 如果没有颜色 单看这个骨架 其实很难联想到是红色一端 特别是这个四肢部分 而且因为本身红色一端内构歪道的属性 可以看到在内构部分也使用了不少红面的线条 这样的话就让人感觉是充满了肌肉感 完全是一个胸位 那么和头两款产品不同 这一次成型骨架也会让人感觉是超乎想象的完整 就算是不装外甲 也像是一个独立的机体 以前总说内构是骨架 而这一次内构是丰满到了肌肉的程度了 算是对骨架部分的第一印象 而另外朋友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已经制作完成的成型骨架部分 一些红色的色差分色也已经给做好了 这个是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很多大一点的红色一端都是这么处理的 那么既然敢贴点说是合金 虽然说没有抱什么期望 咱们也是要看一下 那么肩部腿部的几个固定螺丝是不说了 当然是可以算的 然后在这个位置 这小块朋友们可以看到颜色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是金属 那么剩下的就是脚底板这一片了 目前所谓的合金部分总共就这么多 我还是坚持以前的看法 这个系列所谓的合金成型骨架 依旧只能算是意思意思 千万不要当真 但是作为整个骨架部分的整体性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手感还是很扎实 但是没有什么金属 就是塑料模型的手感了 那么关于模型的开枪 咱们就看到这里 接着来看一看组合完毕的完整表现 其实赵丽还是想做一个外形方面的对比 但是我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就算是不拿出任何一款模型 比较熟悉红色异端的玩家都能发现 这一次的红色异端在外形方面 绝对是超乎认知的外形表现了 确实HIRM在魔改方面 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 虽然说早先的动画设定图也不细丢 但是在这一次外形表现下 个人感觉还是不要谈还原还是不还原了 那么可以看到 因为本身内构部分就已经是非常壮硕了 所以就算外甲不多 中完之后也会让四肢表现得更壮了一圈 同时加上这一次红色一端是做出了一个锥形的细腰 让躯干部分下端表现的比较细长 这么一配合就会让四肢显得更加粗壮 之前各种级别模型看惯了红色一端 可能会感觉就是个称呼 那么这一次造型表现真的是可以称之为异端了 那么相比魔改风格经常愿意使用的锐化而言 在这款模型上还是采取了更多的弧面风格 来凸显肌肉线条 当然这个表现还是拜成型骨架所赐 而另外当看到这的时候 会突然联想起红色一端的配件 猩猩币 太理所当然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细节部分的造型表现 首先比较重要的还是面向部分 那么从正面来看 这一次红色一端算是一个宽脸 在兼热器的部分 包括眼部都采取了绿色的金属色仪涂装处理 在头部侧面也可以看到一些细节分色 而翻到头部后面这个部分的细节处理 个人感觉看上去有那么一点生硬 结构什么的有一点不好看 而可动结构这里主要依靠的就是成型结构了 左右旋转以及抬头和低头都可以实现 平时摆造型的话算是足够用了 接着这个粗装的手臂 咱们可以说一说 首先要提的就是肩部位置这个部分结构 和平时咱们看到过的红色一端相比 会显得过度比较扁平 没有做特别的起伏感 而头部会感觉和肩部两侧都接近在一个平面上 会显得有那么一点拘紧 肩甲部分首先可以看到 在轮廓形状区别以往的红色一端 带有一定的两侧延伸 并且采取了灰白的分色 在其中一侧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提供的胶贴 就是这个浪人风格十足的樱花图案了 贴完之后绝对是没有显得娘气 而是为这个机体增加了一些狭义的气质 很有意思 而另外在肩甲的正面 我们可以看到带有这种特殊的表面纹理 有点像是那种碳纤维的处理 这个在之前的官图上也是有展示过 只不过实物表现没有那么特别的醒目和眨眼 而这种表面纹理质感 也是出现在比如说手臂的位置 或者是大腿部分的装甲都有体现 也算是离脚新颖的一种表现形式了 而肩甲部分的结构分割 也和我们常见的形式不同 顶部和正面也非常清晰的两个区域 并非是一个整体 那么翻到后面之后 可以看到出气口的细节还在 不过可以看到出气口的尺寸 以及位置朝向都是有所变动的 确实有那么一点下垂 那么肩甲整个造型以包裹肩部为主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可动 在成型内构部分 首先是给出了一个前身关节 因为本身骨架的集成度是很高的 所以在做前身动作的时候 整个肩部关节表现看起来被遮挡得非常自然 接着手臂支持垂直方向的旋转 平抬幅度利用肩部结构 可以轻松的超过90度 在手臂上段带有水平旋转关节 曲肘动作的话 幅度大概是能够达到150 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而另外在肘部装甲为独立设计 而且小臂部分的装甲在进行大幅度弯曲之后 也可以看到这种分离的效果 而在手部给出的还是惯例的造型手 那么除去握拳手型之外 还有掌型以及各种握持手型等等 那么各种拔剑姿态也是够用了 为了凸显指甲的红白分色 可以看到在这个手背外甲是延伸了一块 所以从这个手背来看 特别像是带了一个霹雳手套一样 那么为了保证更强的可动性 在手腕部分还设计了独立的关节 所以在进行活动的时候 整个手臂表现的自由度还是非常高的 接着我们来到躯干部分 在上半身这里可以看到胸口的黑色装甲 明显是采取了这种高光面处理 也算是HIRM的一个小特色了 单看正面造型部分就已经是显得非常壮硕了 当往下延伸一点之后 就可以看到中段偏下是采取了拉长设计 并且区别以往的内收外扬 配合上腰部侧面的一些带有弧度的细节 从视觉感上来看 肌肉感就显得特别强 再配合上粗壮的四肢 的确就是健美先生的感觉 接着咱们来看一看可动 虽然流线一体性是很强的 但是可动表现意外的还不错 比如说弯腰或者是挺胸 本身幅度都算是挺好的了 但是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离动作 有些幅度可能感觉真的是确实用不太上 但是从基础来看 表现确实让人有点意料之外 那么在这个裆部裙甲部分 感觉到并不是特别喜欢 首先裆部尺寸依旧还是不小 最下端可以看到采取了锐化设计 之前两个象征性的小裙甲 目前实际意义就更小了 固定在裆部 并且角度是略有上扬的 不过为了保证一些特定的腿部姿态 整个裆部给出了可动结构 在位置方面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整 所以不用担心深蹲会出现部分的干涉 侧裙甲这边 细节表现比较简单了 并且固定位置并不是在腰部 是通过结构连接到后裙甲上的 本身也带有一定的角度可动 但是后裙甲结构基本上就是没有可动了 并且造型轮廓和我们熟知的设定 也是有所不同 接着我们来到另外一个 我个人感觉比较争议大的部分 就是腿部 其实如果单说这个腿部造型表现 个人感觉最终效果最接近的 应该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过的PG红一端 显得比较粗 并且膝盖部分的弧形装甲 这次表现的也是极为夸张和厚重 算是和手臂的风格达成同意了 而另外在可动部分的表现虽然说是挺壮的 但是也还不错 首先在大腿根部带有一个可动关节 可以进行大腿根部的位置变更 用来提高腿部的可动表现 然而事实表现也确实还不错 后踢也能够达成90度 然后是侧踢 而另外朋友们可以看到 关节部分的支撑力度还不错 毕竟本身也没有多少铁 比较常规的腿部旋转也可以做得出来 接着咱们来看一看屈膝的表现 首先值得肯定的就是屈膝幅度也不错了 最后达到的角度算是接近了180 在脚掌部分和腿部是比例相当的 红面黑底 那么针对脚掌部分也是有点特殊设计的 就是前端的脚趾带有一段可动 在摆出一些特定动作的时候 会显得比较有用 其他部分比如说整个脚掌的抬起 以及落下 或者是整个脚掌的旋转 以及一定幅度的侧摆都可以做得出来 并且可以看到本身脚掌是比较大的 在接力方面也会显得比较稳妥 看到这里主体部分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可以看到在新造型方面的诠释 确实会显得比较极端 不过在可动方面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更多的成型内构也让整体的手感显得比较扎实 玩玩什么的还真是没有问题 装备部分首先还是背包 作为标准型的红色一端的背包 说实话确实是没有什么看点 造型方面变化不大 除了一些表面的散热结构之外 就是下端的两个小喷口了 这个部分可以进行小幅度的摆动 而顶端带有两把光束军刀的剑柄 拆除下来之后连接上光束特效件就可以了 这个特效件应该算是整款模型表现的最纤细的部分了 整个背包可以通过连接杆调整到屁股的位置 照比IMB结构会显得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目的大家都明白 接着就是盾牌 这个盾牌造型我感觉也是没有什么看点 表现还是非常标准的 正面的一些分色都有还原 在内部可以看到还是以纯色为主 主要在连接杆和过饼是带有分色的 而盾牌的内衬部分看起来是比较简陋的 我们利用连接杆插到手肘隐藏的孔里就可以完成搭载了 而另外要说一说光束步枪 首先说一说外形的表现 客人感觉是不怎么好看的 那么尺寸不说了 这个握柄弄的看起来是太难受了 非常不喜欢 而枪管部分是给出了拆卸结构 可以通过拆卸部件实现远近距离的模式造型转换 我还真的是感觉没有枪头会好看一点 因为本身尺寸不大 作为长步枪也会显得比较小 而利用枪体本身结构配合上连接件 也可以实现步枪在屁股位置搭载 总的来说这一顿一枪的表现 我个人感觉看起来不好看 不过对于红色异端来讲 重要的还是要说无视刀 举一文字 咱们首先来看一下整体的造型 首先要说的 其实整体长度还算是不短 不过旁边也看到了 这个刀鞘和主体一样都显得比较宽大 因此如果单独拿出来看 会显得长度不够 主要还是这个方针的刀鞘显的 在细节部分 中心位置带有灰色的贯穿分色 而另外在这个尾端和顶端 都可以看到一些金色的分家装饰 论刀鞘的造型 确实和之前咱们玩到过的红色异端都不一样 接着咱们就出鞘来看一看 红色异端的灵魂 据一文字 那么整个刀身部分的长度 我认为也还好 刀刃部分也带有一些宽大风格 而在刀刃部分的棱角表现 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 武士刀的风格非常浓郁 并且在这个刀刃部分 可以看到喜闻乐见的刀纹 这感觉还上档次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而刀鞘部分还是昌规的红黑分色 并且也同样使用了金色分件 在细节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清楚的 不过这次采取了多位棱角转折的细节 像之前比较招牌的鬼头什么的细节 这次就看不到了 可以看到造型风格是略有区别的 不过并非是机体结构 相比之下还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 样子我个人也挺喜欢的 那么如果搭载的话 这里腰部我们需要拆除掉侧层架结构 然后安装上一个专门的50刀挂载结构 然后把举一本子插上去就可以完成搭载了 我发现每一次关于刀刃的朝向部分 都会有人争论不休 关于零件是给出了两个 意思朋友们都懂 那么到此为止 这款HIRM的红色一端 咱们就算是粗略的浏览了一遍 其实我相信对于这款模型的特殊表现 除了成型骨架之外 还是要数外形部分的肢体比例了 说通俗一点 红色一端给我的印象 一直就是有点小肌肉的那种感觉 而这一次的确就是在红色一端 基设的基础上 有意的进行了肌肉线条的刻画 而且最终的胸位样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同时也算是符合HIRM的系列定位 当然对于这个造型 我相信肯定还是见仁见智的 像我之前反复说的需要适应过程 退一步讲 这一款绝对是近几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红色一端 论造型程度也是值得讨论的 但是旁边也知道 这个价格确实是比较贵 要600多 所以绝对不是说就可以随便玩玩的 但是值得肯定的就是 股价部分集成度相当高 最后模型的稳定度 以及可动方面的表现 我认为也确实挺不错的 简单把玩没什么问题也够用 总的来说部分细节和造型 个人并不是全部都喜欢 枪盾也挺丑的 但是结构表现也算得上是真香 不过朋友们都明白 对于红色一端 吸引人的肯定还是各种额外的装备和配件 什么大剑背包 猩猩币什么的 最次要弄一个双刀 而至于更加夸张的装备 在这款HIRM上能不能够看到 还要看这款红色一端 在销量方面的造化了 而另外之前在评图论足预定这款红色一端的玩家也不要着急 看到视频的话过一段时间就会到货通知补款了 还是等短期就好 今天的篇幅比较长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多多点赞 投币收藏支持 同时订阅评讨论论足的频道账号 最新的节目更新都会第一时间推送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Apgockey 均匀 大